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小姐 各位師傅 大家午早 大家好 我們今天 現在 10.59 差1分 11點 今天最主席 我們今天 我們要來請台上 講的 今天主要是 我們請台灣獨立黨 台灣獨立黨 台灣獨立黨 主席 曾苗宏 要來講 軍事問題 他是軍事專家 我們今天 現在 大家都很疼 中共會跟我們打 大家都很疼 中共現在 加強各種擾臺活動 本來只有一雙 現在兩雙 卵書來 甚至最近 還有 我早 早到今天 報道都報 說 19.49年 中共 20.49年 中共 100.000年 建國100.000年的 這個紀念 有可能在這個20年前 19.49年 以前 19.49年 以前 他也要打台灣 就是說 他說 他說 差不多20年 這樣 經過19.49年 人家會不及 所以 在這個 之前20年 會考慮打台灣 他們現在 他們打台灣 不是只有 要收台灣 他們是要突出去太平洋 那 那 現在來請他來 現在來請這個 在這裡我先介紹 我這裡有兩個 這個 連輸站 一個 連輸站 連輸站 是那個 台灣 台灣 是台灣 麥國雄參加2002年的 這個 這個 歐文 那個 對名 王台灣 麥國雄 共和黨 這個 加一個 連輸站 還有一個 補名 台灣 建國補名 現在來請這個 主席 來講 對 我 我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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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台灣 台灣的鄉親父樂 大家了解 欸 剛才 因為 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叫鄭苗鴻 我是 台灣 我是台灣 獨立黨的主席 我 以前 在軍中 做二十幾年 我以前 民國 一九七六年 的時候 去打中間 你跟他 一九北空 年 從來 中間 你跟他 在那裡 去拿到飾 去拿到電器的報酬 所以 我做軍營 我以前要拿什麼 我在 2002年 拿什麼 要拿以前 我是已經做五檔的 三軍大學電腦中心的主任 那時候 我們都被要求 我都被要求 說 我一個禮拜 拜三 爺 就要去參加 陸 三軍大學 陸海空戰院 的 兵棋模擬推 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 我們必須要在 在旁邊 看 看整個兵棋推演 所以說 對軍中的這棟 我 我 有 了解一下 所以說 因為我們 歷史的 營養 對這個軍中的這棟 可能比較生死 我比較 我比較提供 但是我所有的 我說的 我 我今天 甚至於我在 Youtube上面 甚至我下的所有的問題 我在 我的總結論 我的總結論 我是在表達 我在表達 就是說 中共 沒有能力 有力換台 結論 中共沒有能力 有力換台 他們要有力換台 我跟你講 他們自己 內憂外憂 只要生死都不夠 還有人在打架 所以說 我直接說 你們大家 也要去思考 我所說的問題 結論 中共 根本 沒有能力換台 今天 我本來是這個主題 要說 中美 商戰 貿易談判 的 幸福 但是我把它刷牌 第二主題 我第一主題 我就來講 說 我們所有關心的 鄉親福樂 對我們台灣的安全 關心的事情 我說第一主題 喔 欸 中國現在散佈了五時了 這樣 先 蘇凱三十五啦 蘇凱三十五 喔 這樣 把蘇海夾 啊 這個 這個黨海這樣這樣 幫你背 我背了我們才會怕 這是怎樣 我說一句比較近 我今天是要跟你講喔 來 蘇凱三十五 跟F-22 喔 兩個都是隱形式的戰鬥機啊 兩個都是隱形式的戰鬥機啊 蘇凱三十五喔 是蘇聯 目前 最新一代的隱形式戰機啊 跟美國的F-22 我說喔 兩個人喔 在台海在那邊繞 蘇凱三十五在台海繞 他喔 對台灣的影響 我跟你說喔 那蘇凱三十五出來 美國 如果弄出F-22 兩架都是隱形式戰機 蘇凱三十五跟F-22隱形式戰機喔 兩架飛機喔 兩個類型的飛機喔 已經在 西里亞的上空喔 面對面碰過了 結論呢 蘇凱三十五的蘇聯的飛行員喔 在天空上飛 蘇F-22的戰機隱形式戰機呢 在後面 已經頻頻跟他發出喔警告 蘇凱三十五的戰機喔 欸 的飛行員喔 都沒有感覺都不曉得 因為他看不到F-22戰機到底在哪裡啊 請聽好喔 兩個相蘇凱三十五跟F-22 兩個隱形式戰機相對的隱形效果 隱形效果 是怎麼樣的 蘇凱三十五被F-22 美軍的F-22的戰鬥機呢 牢牢的抓住 但是蘇凱三十五呢 就是找不到 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 F-22在哪裡啊 這就是 中共蘇凱三十五隱形式戰機 採購日 蘇聯最新的隱形式戰機 兩斤相對 他的 隱形戰機的效果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喔 那個蘇凱三十五喔 現在是這樣的 美國 蘇凱三十五喔 蘇聯的蘇凱三十五喔 現在喔 中國共產黨 中國 跟他買了二十二架 買了二十二架的最新的 欸 殲二林啊 謝謝謝謝 我跟妳講喔 殲二林 殲二林是隱形 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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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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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喔 請說 在用前面的東京奧運的 那個簽署啦 你是一有人來齁 很熱鬧他們就要 就想說跟我打個招呼啦 我就跟他握個手 欸 中共 中共自己 有他的 殲二林的隱形式戰機啊 可是中共的殲二林的隱形式戰機喔 上禮拜已經傳出來了 我早在 去年 因為殲二林戰機喔 的 整個專案的負責人 楊偉 楊偉 他 創造了 他是 整個項目領導 他做了 殲二林隱形戰機以後呢 人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在 他在珠海的航空站裡面 就已經 被抓到了嘛 欸 你這個揮上去喔 他是雷達的正式圖喔 正式圖剖面喔 剖面全 測試圖全部被抓到了 啊正式對著雷達喔 他有點看不到 但是馬上就被抓到 那上禮拜 自由西部 我們怎麼看 說人家印度 印度 印度阿山喔 已經在 喜馬拉雅山的上空上 已經很清楚的 抓到了 憲二林 憲二林 憲二林沒有隱形嘛 所以說中國 他們就怕到 他現在喔 他要跟 蘇聯喔 要蘇凱三十五 嚇到新的 美國不可能 美國不可能 買他隱形戰機嘛 所以說他只好去跟 蘇聯買 他都跟蘇聯買喔 22台 蘇凱三十五 要來喔 因為他自己做的 經驗沒辦法嘛 所以說他就去 在22台 蘇聯的 蘇凱三十五 啊蘇聯的蘇凱三十五 在西里亞戰場的天空上 已經被測試到 喔 他抓不到F22 F20 卻清楚的抓到 蘇凱三十五 啊這個喔 你就了解說喔 國際西方世界上喔 隱形式戰機對桿 就結論的結果就是這樣 啊 總共喔 去跟 蘇聯買 22台 蘇凱三十五 欸 蘇凱三十五 22台耶 啊蘇聯他知道啦 蘇聯他跟中國有參與喔 他說喔 不可以給我山寨 你如果給我山寨的話 你知道嗎 啊而且喔 蘇聯知道啦 跟中國參與 那都是謙計的 你給他買22台沒有錯 但是你簽那個 智慧財產喔 禁止 三宅 智慧財產權 他知道中國喔 這個國家喔 是沒有智慧財產權的 的國家啦 他根本 你跟他簽約喔 他根本都不算 所以說喔 蘇聯喔 蘇聯喔 蘇聯所有的金火商場喔 都給中國喔 所以說蘇聯把蘇凱三十五 22台 要賣這22台 全部喔 把他喔 烙死 烙死在基體上面 不是說把你 頂條 把你頂屍啦 讓你沒有辦法聽 為什麼沒辦法聽 因為售貨可以 因為中國是這樣 看人的東西好 就買三台 買五台 假裝的很誠懇 是你的客戶 買三台 買五台 回到什麼 透過逆向工程 什麼叫逆向工程 就是一台路西 一台路西慢慢的幫你貼 貼貼 後來幫你組裝下去 買一個路西 買一個路西 每一個part 組成的component 組件 每一個component 每一個component 搞給這個component 比如說發動機 發動機就交給發動機的專家去研究 它是怎麼樣的 然後再把它組裝回來 如果組裝不回來 不要緊 我們組裝不回來 是在哪裡組裝不回來 他們呢 就特地打勾 然後第二台 就繼續貼 貼到這個component 組裝不起來 這個component 他就要注意 到底是怎麼貼不 組裝不起來 那就是要瞧瞧瞧瞧 所以說 所有人他知道中國 都是幹這個玩意兒 中國是外賣的 把人的東西買去 透過逆向工程 然後呢 組裝起來以後 欸沒有問題了 他就自己去做 做 做什麼 然後外銷給第三世界的國家 比如說非洲 比如說他的鐵桿子兄弟 印度旁邊的 印度旁邊的那個國家 我一下子想不起來 喔 欸 他們就這樣幹了 所以喔 蘇聯有防他 在發動機上面喔 就把他弄死 因為跟中國人在說話 中國他的本質就是騙嘛 所以說美國現在在打商戰 貿易戰 關稅戰 他們要求的就是說喔 智慧財產權 但是中國這個國家喔 他就是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他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所以說喔 所以說 美國 川普他們的整個集團 要跟中國一個孫子 就是智慧財產權 你全部幫他買東西 那以後喔 你用逆向工程 你這樣幫他學 學了以後幫他買 買了以後占有市場 美國最好是在下面打這條 所有的手機啦 所有的什麼東西都是一樣 中國人的時候也要買三台五台 透過逆向工程給他聽 聽到他就走進去 所以說喔 扁扁你看看中國 即使是手機也是一樣 他所有的 Hightech的產品 都是喔 欸 這個跟 這個跟美國的哪一個型號 是一樣的 完全一樣的 為什麼 他們就買三台五台人聽 所以說喔 剛才紅花前輩有這麼說 說大家都會怕 離空離空喔 說中共要無力換台 啊其實喔 其實我在這裡說 中國 這個國家在世界上喔 已經沒有好朋友了 大家都怕他 所謂大家都怕他 就是說喔 西方的 強權國家喔 科技比他領先的國家 都知道啦 沒有人敢跟他做朋友 所以說喔 他現在的最好的朋友 就是買他的那些 非洲的國家喔 還有那個巴基斯坦喔 我剛剛講 印度旁邊的巴基斯坦 這些國家啦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喔 中國 經過 2018 今年的貿易戰喔 今年我等下要講喔 講 今年5月19號剛剛 上禮拜 所開的 中 報議的 談判喔 的結論 我本來講很低主題 但是因為 黃法 黃法 今天 他說 對我說 所以我說 中國 2018 習近平的政權 也就是 中國 共產黨 的政權 他能不能夠 維繫到 2020 都是一個 大問題 還說 2030年 2049年 要統一 統一台灣 我跟你講喔 事實上是這樣子喔 美國 成績美國 有人要騙他啦 我跟你講喔 美國 跟中國 之間的 科技的瓶頸 相當大 相當大 甚至於 有內行的跟我講喔 他們 感覺啦 他們感覺喔 如果 美中 真的 引發 海空軍的 作戰 甚至於喔 空軍對空軍的打 可能會穿到 0比100的戰績啊 所謂0比100 就是說喔 美國 有栽調喔 一台 就沒有損失 拍到你100台 這是 可能說起來喔 我們就覺得 怎麼這樣 啊 屬於喔 因為喔 他們都用 環帽啊 是讓環帽 威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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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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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樂 那個 質變以後 產生亮變 也是有限 這是我國人的看法 我們自己來參加 所以說喔 美國 美國 跟中國 我感覺美港 佛氏 因為中國人大頭 佛氏 對世界都跟他玩說話一樣 玩說話一樣 用壞的 但是這個大頭 佛氏的這種性情 你短時間可以 但是中長期的效果下來 那是不可能給你騙一世人 騙人一死可以 但是騙一輩子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說 中國 你所有的國防武器 都是用逆向工程環貌 甚至他跟烏克蘭買三台野牛級的登陸艦 因為要這樣逆向工程做 這則要想要跟我們登陸台灣 穿過台灣海峽登陸台灣 我說你聽 中共台灣海峽的最狹窄的距離 在新竹的 新竹的 竹南到福建的平南 一百三十三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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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兩溪作戰的場地 為什麼 我說一個全世界世界成功的登陸作戰 洛曼地登陸戰 英倫海峽最短距離三十公里 所以說 第二次世界打一個洛曼地登陸戰 最長的一日 打到外遊 打到根本 所以說 如果要以傳統的戰力 你如果說你中國所有的戰士都能夠天降神兵 跟羅渣三太 三太主一樣 天降神兵 我跟你們說不下去 如果說以傳統的軍事角度 我說美國 所以說 他們說二空二空 甚至 蘭德 美國的蘭德公司 他講說 中共可能2020 2030 要鼓勵換台 你如果說2030 最久了 中國的內優外販 習近平這一關 能不能過 都是一個大問題 他怎麼在 他們活到 活過2018 都是一個大問題 他還2020 鼓勵換台 所以說 以中共的國防戰力 因為 我在YouTube上有跟這段 講得很傷勢 各位鄉親有慶祝 我去年半年前 有說中共沒有能力鼓勵換台的主題 你們去YouTube查看我講的 今天我是要跟你們說 中國 甚至美國的蘭德科技公司 美國人 美國人尊重對手 尊敬對手 因為對手大頭小子 他不知道中國人 都是大頭小子 慈禧太后一百年前 都大頭小子 他真的想說他的義和團 還有紅燈罩 男的叫義和團 你的叫紅燈罩 他們慈禧太后還認為說 他們是刀槍不入 所以這到 百國人前 一百年以後 中國有亂用這套 所以說給各位長客去判斷 中國現在處於內憂外患 他們能夠活過2018年 都是一個大問題 更不要提2020年的 武力換台 更不要提2030 2049年以上 我今天 這個主題的演講 先到此 先到此我們休息一下三分鐘 我喝個水 我下一個主題再來講 講美中貿易戰的 的近況 以上 這個 我的 報告 先休息三分鐘 我們再繼續 OK 好 謝謝